哎 咱丢点馒头 馒头啊 爸爸你长得像馒头 我问了 我问了 你过来往下 干嘛呀 二姑父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 你认真地考虑好了再回答啊 假如 马路上 有一张十块钱 还有一个金戒指 你剪哪个 我剪十块钱 不是他 你咋不剪的金戒指呢 剪那儿碰上干啥呀 别人在以为是我偷的 在削我一顿 多冤枉 你看 妈 你看 真不是他偷的 我就说嘛 肯定是小六子 二姑父 二姑父 咋个事啊 你我没看错 没谁的 好孩子 小六子放出来了 知道不 我知道啊 送快递呢 哎呦妈呀 还敢让他送快递 送快递那是什么活 谁家有人 谁家没人 他全清楚 小区都危险了 哎 你看 放出来第一天 把我妈这金戒指给偷了 我幸亏没剪那金戒呢 要不是不是占宝了 太聪明了 看见没 妈 你这样 你给我表演一下 刚才他是怎么搬的白菜 怎么搬的 刚才吧 我手里拿一颗 这些都是他一盹抱进来的 他抱的 然后他把这堆放下以后呢 放下了 就把我这接过去了 哦 把这个接过来 等会儿 看见没有 哎呀 这手法啊 哎 就这么一接 哎 金戒指给撸下来了 啊 就是他 不能吧 咋不能呀 还不能呀 饭奶奶 咋进去呢 你不知道啊 啊 破案了 就他了 来 你打电话 对 打电话 打电话 你别管吗 喂 嗯 小六子 你在什么房位呢 对 问他在哪呢 没出小区呢 太好了 太好了 来饭奶奶家一趟吧 我有个快递 送啥呀 送馒头 从老饭去送到老王家 你快点来吧 要不我一个抽抽的 啊 马上你到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他来了 你们谁不许智商 听我一个人的 知不知商也是他 我来来 我来来 哎 小倩 小米粒 小六子 我干 小六子 哎呀 六子 回来了 那个奶奶 其实也没啥事 那个 哎 奶奶给你出道题呗 听好了啊 假如 马路上有十块钱 还有一个金戒指 你捡哪个 搞我 我捡金戒指 谁嘛呀 孙子 你哪能捡金戒指呢 你捡那十块钱 这十块钱 奶奶 傻子才捡十块钱呢 说什么呀 孙子 孙子 你奶奶换 你别碰那金戒指 你就拿那十块钱 奶奶 我给你开玩笑的 其实应该两个一起捡 不打 不打 你们把我打电话 叫我来 就是给我玩脑筋 击转弯啊 你们也不想 我是干嘛的 我送快递的呀 我送快递 我天天干嘛 我天天我没事 我骑个车 我就光转弯了 你们还跟我玩这个 玩的 我家给他狂的 孙子 孙子 孙子奶奶求你了 你千万别碰那戒指的 别碰 我还是很无资格找着去 找谁 奶奶我帮你找 你别帮他找了 越找越乱 你嘚嘚嘚 你嘚嘚嘚 那馒头呢 你让我给送馒头 看馒头呢 什么馒头啊